哈囉 我是Catie 今天要跟你們分享這些 就是我去韓國買的彩妝 今天只分享彩妝 因為我買東西真的有一點太多 所以要分成彩妝跟保養兩集來講 那另外還會有第三集 就是我買其他可能衣服啊 或者是小東西 欸 還會有第四集 就是還有食物 所以總共韓國型的購物影片會有很多 像我今天身上這一件 它是洋裝 洋裝 這個也是在韓國買的 反正之後都會跟你們分享 好 先來分享這些 那今天這些東西呢 我大部分都還沒有用過 然後有一些我只用過一兩次 所以我今天主要就是跟你們講說 我買了哪一些東西 然後講一下我大略的心得 那之後我會在每一個東西都認真的使用 體驗之後啊 大概可能一個月左右 我會再全部更新一遍 我詳細的心得給你們 好 先從這邊這一 一坨 是底妝 我們先從我今天臉上擦的底妝開始 第一個是這個 非常有名的VDL 呃 貝殼提亮液還是什麼的 就是反正它就是一個有珠光的式底乳 那它擦起來呢 是珠光效果真的很強烈 就這樣你一抹就可以看到有很明顯的 整個光澤感的提升 你看這是沒有的 那一抹之後它整個光澤感 然後還有整個明亮度都提升很多 但是這個東西呢是剛抹上來非常的亮 過一會兒呢可能它這個表面的滋潤度不見啦 那它的亮度會降低很多 所以它就是一擦上去的時候很漂亮 等一下其實就還好 就只是剩下有一點點燭光跟稍微提亮的感覺而已 那目前我用我是覺得 這東西不錯 可是沒有說 非常神奇到一定要買 但是它價錢又不貴 因為如果你可以找到有折扣的 像比如說機場的免醉店才賣不到500塊 所以機場是非常便宜的 那不到500塊然後有這樣子的效果 我覺得也算是OK可以買 只是沒有說會讓人覺得非常非常驚豔呢 好 接著呢是LUNA的粉底條 是我現在臉上擦的 我現在臉上擦蠻多東西的喔 所以這個粉底條它並不會給你這樣子的光澤感 我這個光澤感是打亮 等一下介紹的打亮很厲害 今天影片真的一定要看 好現在說這個LUNA的粉底條 它買來就是這樣 有一支粉底條跟一個刷子 那它粉底條呢轉出來是這樣子 白色跟膚色相間 那我不知道這樣子混色是什麼用意啦 那反正就是用法呢 就直接這樣子抹在皮膚上 然後再去把它推開 那這個粉底條呢 它的妝感非常的清透自然 就是一般粉底條可能大家會覺得比較厚重 然後加上韓系的呢 又會更厚重 然後通常會比較油膩 光澤感比較強 但這個呢它不是光澤感的 它抹起來是有一點粉霧的感覺 然後很薄透 但是遮瑕度很好 就如果你重複堆疊啊 是可以把臉上的 比如說像我的紅色的痘液 可以遮掉 然後像可能有雀斑什麼的也是可以遮掉 所以這個我目前 因為我今天是第一次用 目前我是非常喜歡的 但我不知道它到底持續力 就持妝效果是怎麼樣 所以之後我用一用 會再跟你們更新 這個東西的持妝效果 然後這個刷子呢 不好用 這個刷子真的很積勒 就是它的刷毛啊太軟 然後 不夠密 就是一個底妝刷它如果刷毛太軟又不夠密的話 它就沒有辦法把 粉底抹勻 然後除了沒有辦法把粉底抹勻啊 就你刷過去會有那個刷痕之外 它會讓你的粉底卡在毛孔裡面 就是我這樣刷過來啊 它經過有毛孔的地方啊 那個粉底就會全部跑到毛孔裡面 然後就會看起來一顆一顆的 我用別的刷子啊 或者是用比如說Beauty Blender來 抹底妝的話都不會這樣 但這個呢 它就是會讓你的粉底 沉浸毛孔裡面 然後抹不開 所以這個刷子我不喜歡 就 呃 不要覺得這樣子 買這個送刷子很划算 就當作你只買一個粉底條 OK 因為這個也不會很貴 我記得應該 合台幣是六百 六百左右吧 反正我覺得它還蠻好用的 你就當作你只買了這個粉底條 然後呢 遮瑕膏 我現在眼下遮瑕用的也是LUNA的這個 這個遮瑕膏在韓國賣的非常的好 就是我跑了好幾間Olive Young 跟屈臣室才買到 就我第一次在屈臣室看到 然後我就試在手上覺得好喜歡 就發現架上是空的 然後後來我就一直在找這個 信號後來是找到 我買的色號是2號 我覺得2號是最襯我的膚色的 就我膚色是中片版 拿來擦眼下超級剛好 那它的質地呢 是比較creamy的那一種 算是比較稠的 然後呢 呃 滋潤度算是蠻高的 是這樣子 比較creamy質地的 然後遮瑕度非常的好 它比我手上的那一些 Maybelline的遮瑕膏 的遮瑕度都還要好 然後呢它也不太會 嗯 卡在那個 什麼講 細紋裡面 就是你 抹完遮瑕膏要定妝 要用拍蜜粉滴妝 然後它就不太會卡在細紋裡面 就這樣效果還滿好 然後遮瑕度真的很好 就可能比較 呃 中度 可能稍微深一點的黑眼圈 它也是遮得住的 這個我很推 然後 接著就是我買的其他底妝 我還沒有用過 再一堆 都是氣墊粉滴 我們先來看蛋黃哥 蛋黃哥我純粹就只是因為看它很可愛買的 它的牌子是這個 什麼 這個怎麼唸哪 Holica Holica嗎 我不知道 這個牌子我不喜歡 就是 它的整個店的成色啊 還有店給人的感覺 就是我不喜歡這個牌子的品牌形象 但是它跟蛋黃哥聯名太可愛了 所以我就買了這個 那我不知道好不好用 這我也是會用過之後跟你們更新 那如果 應該沒有人會想要看蛋黃哥的氣墊粉底實測吧 如果想看 反正如果你們今天看到這些底妝 有特別想看哪一個的實測的話 就在底下留言 我就看比較多留言的東西 我再挑出來做實測給你看 然後還有 iope新出的 氣墊粉底 就是他們新出了一個那個 表面紋路長得很奇怪的氣墊粉底 我打開給你們看 它盒子跟以前的也不一樣喔 它現在是長得像 就有點像馬卡龍 然後外面有一圈這樣子 不一樣的粉嫩色 那裡面打開一樣 鏡子 粉撲 還有 粉底本人 我還沒有開過 先拆開給你們看好了 就是它新款的那個 表面啊 長得跟舊款的不一樣 看得出來嗎 它新款的這個表面長得像菠蘿麵包 不像以前的就是一個海綿 你可以看到有 洞洞的海綿 現在它是 看起來更密的 像菠蘿麵包有那樣子的紋路 然後 它現在 買氣墊粉餅呢 它 iope你買這樣子 它都是 一個 有 蕊的殼 再加上 東西掉地上 再加上一個 新 這樣子一組這樣賣的嘛 那它現在還有多送一個粉盒 就是 其實我不知道多送一個粉盒的用意是幹嘛 可能 你可以 把 這個粉盒 再加上 新 然後 送給朋友 嗎 我不知道 反正它會多送你一個 粉盒 就說是什麼馬卡龍色的粉盒啊 那我選的是這個 有點 嗯 這叫什麼 玫瑰金嗎 反正就是粉紅色的啊 還蠻可愛的 它裡面是這樣 反正就是一個 多送一個 空粉盒啦 然後呢 氣墊粉底我還買了 兩個 霧面的 這兩個呢 一個是 Innisfree 它 我買的是 這個是可愛包裝 就是Innisfree他們這次有 做一個活動就是 好像有100種 外殼 你可以自己選 你可以自己選外殼 跟裡面 就是它有 保濕的啊 還有光澤的啊 還有霧面的 你都可以自己選 然後 粉撲也是可以另外買比較可愛的 那這個呢 是我強迫 我老公送給我 就是我叫他幫我挑一個外殼 然後 送給我 那我老公就挑這個 我老公很好笑 他這是少女星 他說這個啊 像愛心 所以 他就買這個給我 那這個是霧面的 那另外呢 這個是Etude House 新出的 也是霧面的氣墊粉餅 這兩個氣墊粉餅呢 我之後會把它拿來PK 就是 因為蠻多人都想要知道 夏天有什麼好用的霧面氣墊粉餅 那我覺得這兩個啊 算是開架的 霧面氣墊粉餅 非常有代表性的商品嘛 所以這兩個 我之後會拿來做PK 看誰的妝效啊 還有吃妝力比較好 那你們就再等等我 如果油性肌 夏天還是想用氣墊粉餅的話 霧面真的是非常非常好的選擇 接著 是 還是遮瑕膏 這個是 Etude 那 不好用 你們請認明 這個包裝 他看起來很好用 但實際上 不好用 就是 APIEU 那個牌子 不好用 非常的不好用 就用在臉上會浮粉 用在 眼下會肌線 所以 不要買 他很便宜但是不要買 因為 這輪真的超爛的 好不多說 超爛 韓國很神奇的 他們居然有賣Urban Decay 我看到真的是 就是差點尖叫 我在機場看到的 有一個完整的 Urban Decay的櫃 就是有眼影啊 像你們想要買的什麼 Naked那個眼影盤 123 全部都有 然後底妝啊 還有一些噴霧什麼 擺那什麼都有 那我就買了 Urban Decay的這個 遮瑕膏 因為這個遮瑕膏呢 是Casting Light 又是Casting Light 他在2015年的總結 說他最喜歡的遮瑕膏 就是Urban Decay這一支 我就買了 那這個呢 我還沒有真的用過 但是我買的時候有試用啊 就是他的質地是很薄的 他是比較水的 他擦起來不會有那種 就是 cream的感覺 他就是很水狀 這樣子 你看 一抹就可以抹得超開 然後是很水狀的 然後遮瑕度非常的高 你看這樣子 我剛剛只抹一點 抹這麼開 遮瑕度非常的高 反正 但是我還沒有用過啊 就是我之後 永遠會再告訴你們 我的心得 然後呢 Urban Decay我還要買 定妝噴霧 就是 他是控油的喔 很奇妙 你看 這邊寫 all your control 他是控油的定妝噴霧 那我會買兩支呢 是因為他只能買兩支 就我在機場買的嘛 他就這樣兩支包在一起 然後問他能不能買單支 他說不行 所以我就只好買兩支 那他是小包裝 一支只有30ml而已 那他的那個噴霧啊 噴出來非常的細緻綿密 我噴得很喜歡 但是我不知道他到底有沒有 控油的效果 因為我今天 我今天第一次用嘛 然後我就一直 坐在了冷氣房裡面 所以 嗯...這種情況下 我本來就不太要出油 所以我不知道他 到底有沒有控油的效果 但目前來講 我的妝效是非常漂亮的 我會持續使用 然後再跟你們更新我的心得 接著呢 我還買了一個這個 CLEO的CC霜 就是他這個系列啊 就Water Me Please系列的BB霜 很有名嘛 就很多人都愛用 那我有用過這個BB霜 我覺得還好 就是妝效非常的自然造像 沒有差 然後修飾效果也不是很強 所以他的BB霜我不是很喜歡 那我去試用了這個CC霜啊 他就是一個能夠提亮膚色 算是一個妝前打底吧 就是提亮膚色 然後沒有什麼遮瑕的效果 但是他提亮膚色的效果 很自然很漂亮 我就就買了 但我也還沒有真的 實際用在臉上過 一樣用完之後會跟你們更新 然後很多人一直想要看的那個 ALLDAY的粉底實測 我還沒有用嘛 所以還沒有測給你們看 那我就還順便買了 ALLDAY的定妝噴霧 這一樣我就是會用一用 在跟你們更新新的接種 我還買了幾個底妝工具 第一個是這個 Etude House的牙刷型粉底刷 它是長這樣 就長真的很像牙刷 你看 但它不是牙刷 它是可以刷粉底的 那我會買這個呢 是因為我在店裡面試用 非常的喜歡 就是我在店裡面找了一個 最稠的粉底擠在手上 然後用這個磨過去啊 那個妝感超漂亮 而且完全沒有粉痕 所以我就買了 那好像MAC也有出 這一種形狀的粉底刷 我是打算去拿 去買MAC的 來跟它PK 看誰比較厲害 所以你們再等等我 那這個 它有一個好處啊 就是它 可以換頭喔 你看 它這個 是可以拔下來的 你看這個毛被拔下來了 然後它還有附一個海綿頭 所以你等於說買這一支啊 就是底兩支 它有刷子 跟海綿 好 接著呢 我還買了 Inisfree的印章 海綿 它長這樣 然後 那個小姐是跟我說 一樣用之前要先噴濕 然後 就按照 像你用七點粉餅的海綿一樣 這樣子用拍的 她說用這個海綿的遮瑕度 會比較好 那我還沒有用過 一樣用過之後 我會跟你們更新 然後這個是3CE的 KABUKI 我會買這個純粹指 因為它長得很可愛 然後我在那個 免稅店的網站上面 瀏覽的時候 看到這個很便宜 我記得好像才 三塊美金吧 然後我就買了 結果我拿到之後 我就後悔了 它好難用 它超難用的 它是KABUKI喔 然後它是長這樣 它整個毛是直挺挺的耶 一般你KABUKI不是應該是 呃 就比較圓圓的 然後毛就是很鬆軟嘛 但它這個毛是很密 然後直挺挺的 我不知道能拿來刷什麼 就是拿來刷腮紅刷不開 拿來刷 那個蜜粉也刷不開 因為它就太密了 它就 應該是要長這樣子的啊 有沒有 正常都是這樣子 整個散出來 就它就是一隻這樣子 完全沒有把任何粉狀的東西去刷開 所以 後悔 超級後悔 即使它只是三塊美金 欸三塊還是六塊 好像六塊美金 即使它只是六塊美金 還是一個浪費 所以如果你有看到這個 覺得它很可愛的話 千萬不要買 因為它真的只是可愛 一點都不好用 好 接著呢 這一些啊 這麼多 全部都是打亮 打亮真的太精彩了 所以我先不要介紹 我要留到後面 先給你們介紹 腮紅 腮紅我買的比較少 我只有買了兩個 the face shop的 一個粉色 一個紫色 然後還有一個 肌膚之藥的 先給你們看粉色這一個 這是我現在臉上擦的 這個我很喜歡 它顏色超美的 我畫在手上給你們看喔 哇 好淡看不太出來 就它顏色很美 就是一個很淡很自然的 玫瑰粉色 然後有微微的珠光 很細緻 不是那種有亮片感的 它這個顏色的效果啊 我很喜歡 我現在臉上這邊這個顏色 就是這一塊腮紅 然後呢 這個是紫色腮紅 但它刷起來是 不會 唉唷摸到了 不會是很強烈的紫色 算是 一種提亮的效果吧 然後有一點珠光 它 它其實有一點像打亮 可是它算是腮紅系列的 你可以把它疊插在 你的腮紅上面 通常是疊插在這一塊 然後你這邊臉啊 就會有膨膨的感覺 這樣子 它這個是有一連連珠光 但一樣也沒有什麼亮片感 所以這個 我覺得The Face Shop的腮紅都很棒 因為它的粉質很細 然後顏色都很自然 然後很容易抹勻 不會有那種色塊感 這個是很值得買的 然後我會買機要的這個啊 也是因為那個 韓國的 線上免稅店的東西真的很便宜 就是 我把網址會放在底下描述欄 它們線上免稅最大很多東西 都比市價便宜 就是連韓國的品牌喔 都會比市價便宜很多 然後像這種比較歐美的品牌啊 也會比台灣便宜很多 那這個 我已經忘記價錢了 反正我就是看比台灣便宜很多 所以我就買了 然後 我只有買 蕊 我沒有買外殼 因為反正 腮紅這種東西 我也不會帶出門用 所以我就只有買蕊 它是肌膚之藥的雙色腮紅 長這樣 那我買的是 103號 我畫在手上給你們看 它就是比較偏珊瑚色的 然後這一個是 有珠光的 這一個是霧面的 摸起來粉質好細 當然肌膚之藥粉質當然細 好我試在這邊給你們看 顏色是這樣 顏色都淡淡的 其實腮紅我喜歡這種 顏色淡淡的 比較不會說下手太重 這個 看起來很漂亮 一樣我就是用一用 會跟你們更新我的心得啦 然後我買了幾個 光療膠 這個是 Modi的 Modi也是那個 Alitam的品牌裡面 就是Alitam店裡面賣的品牌 那我會買這個啊 是因為它買一送一很便宜 所以我就買了四個顏色 比較可愛的 我還沒有用過不知道它的持久力怎麼樣 我用完之後會跟你們講 那這個是 Etude House的 也是光療膠 那Etude House的光療膠 我本來就有在用 那持久力是一般般 沒有什麼特別持久的感覺 但是它的顏色很多很可愛 所以我就再買了一個我喜歡的顏色 然後 這一些 都是唇彩 其實我這次唇彩沒有買很多欸 算是很客製的 先跟你們分享這六支 是MISSHA的 MISSHA我買兩款 一個是 嗯 水潤型的唇膏 那這個唇膏呢 它的外包裝我非常的喜歡 就質感真的很好 就 嗯 應該是塑膠可可 它做的有點金屬質感 然後深藍色配這樣子一點點金色啊 就看起來真的是很奢華 以開價來講 算是我看過 數一數二漂亮的包裝 那我總共買三個顏色 它的質地呢 是比較水潤的 擦上去你的嘴巴 會有一點點那種 juicy的感覺 但是它不會 它的顏色不會卡唇紋 然後韓系唇膏啊 很厲害一點 就是它不管是水潤型 或者是霧面型啊 它都很遮唇色 像我的唇色很深啊 這一款它是可以完全的遮住唇色 然後 顏色沒有什麼持久度 就是你不要去動它 它的顏色都不會改變 就是你沒有吃東西 沒有喝水 它都會一直好好待在上面 但如果你有吃東西喝水啊 它就會掉 一定會掉 所以這個就是 需要補擦的唇膏 另外呢 我還買了三支唇蜜 就也是misha的 一樣它的包裝 我非常的喜歡 就是很有專櫃的質感 我覺得 它起來啊 就是 精亮的效果很好 而且顏色不會卡唇紋 就很多如果比較顯色的唇蜜 它的顏色很容易卡到唇紋 那這個不會 然後滋潤度也不錯 所以這個我很喜歡 就如果你有在找 顯色度比較好的唇蜜 這個我非常非常的推薦 然後唇線筆呢 我買了三支 一個是etude house 這支我已經用過 很喜歡 它的色號是 喔1號 是嗎 色號是1號 然後它是 比較偏那種 豆沙色的 比較淺的豆沙色 就很適合拿來 校正你唇舟的暗沉 然後還有兩支是 nature republic 這個我還沒有用過 一樣用過會跟你們分享 誰比較好用 接著還是唇彩 先跟你們分享 我現在嘴巴上擦的 這個超級持久 我可以做的 好嗎 好嗎 我現在可以做 什麼 來這邊 好嗎 好嗎 我先做 我先做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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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做